大S与汪家的闹剧似乎成了永无结局的闹剧 眼看刚要消停回归平静 立马又会出现下一轮高潮 成为全网的热议焦点 不知道的人真会以为 是大S与张岚联合操作 来获得永远不退的热度与话题 近日张岚在直播间又发飙了 这次还是因为大S 作为前婆婆的她彻底被激怒 在谩骂对方的同时 大S也被张岚曝光之前的黑料 似乎张岚真的被刺激到了 状态有些疯狂 爆出大S为剧俊叶流产的猛料 引来广泛的围观与热议 据张岚爆料 大S第三胎并不是王小飞的 而是剧俊叶的种 但是孩子并没有留住 最终还是流产了 为此张岚还嘲讽剧俊叶妈妈 18年的孙子没留住 而她最后透露的时间点 引起网友们的留意 了解大S与剧俊叶恋爱时间线的都知道 之前被频繁爆料 两个人在18年前就在一起过 与张岚所说的时间点 以及此前剧俊叶在韩国综艺节目上透露 与交期交往时间全部都对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大S无疑就是婚内出轨 很早就和剧俊叶勾搭上了 这么一来 网校服这顶绿帽子也太大了 难怪张岚一直为儿子愤愤不平 可是为了她的名声也只能隐忍 现在看来真被大S激怒了 才不顾儿子的脸面 曝光这段丑闻 张岚之所以被激怒 是因为大S晒出的一张全家服讽刺张岚所致 在这个新年之际 大S晒出一家四口的全家服 不仅有她跟四个孩子 还有剧俊叶在场 这无疑是对汪小飞母子来说是致命的 只能气到吐血 大S公开晒出全家服 无疑是在嘲讽张岚与汪小飞 与此同时 在除夕夜还将张岚拉黑 这招简直就是诛心 太狠了 心机完全暴露出来 全望人家新窝里茶 大家都知道 张岚与汪小飞对孩子的执着 两个孩子一直被大S所控制在台湾 连寒假都不放他们 回北京与爷爷奶奶相团聚 然而 反而大S却故意的率全家服 还拉黑张岚 这一波神操作也没谁了 简直就是诛心 这让张岚与汪小飞 哪一个看到都会气得跳脚 难怪张岚会在直播间被激怒 甚至不顾儿子的脸面 也要曝光大S的丑闻 也是忍无可忍了 才会这么干吧 估计汪小飞还不知道 不知道她看到会是怎样的感受 虽然 大S在张岚只是胜略一筹 可是她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与居俊叶的婚姻也是一地鸡毛 现在 南方也没有什么顾忌 不仅公开拿床垫梗讽刺她 连韩国婆婆也不给她面子 为了在台北买房子 不想让儿子出钱 直接与大S开战 导致她与婆婆也闹掰 婚姻堪忧 从目前的局面来看 大S被居俊叶抛弃的可能性很大 就看还有多长时间的利用价值 当被榨干后 居俊叶自然也会跑路 是不会顾她死活的 所以说 大S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与其费尽心思 还不如就此放手 与张岚母子握手言和 毕竟孩子跟着她只会被交坏 未来堪忧 希望王小飞拼尽全力 也要将孩子们要回来 你们说是不是呢 近期在爆料大S服用伪金药品 第二天一口一个西元轻腻的道歉 在整场闹剧中 大S从没有露过一次面 冷眼看着前夫如何被所有人嫌弃 大S的反应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早在去年 她对前夫的狠就已经出路端倪 明知明天二人离婚的消息 就会唇变大江南北 她却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一家 高档餐厅豪至千金 举止优雅 神情淡定自若 任谁看了都要说一句 大S好狠一女的 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她真的如同外表 看起来那样狠力又决绝吗 大S曾在节目中说 如果行为和脸蛋成正比的话 岂不是很无聊 而她自己也绝不如外表看起来一般 乖顺 可爱 很小的时候 大S就是妹妹心中神一般的人物 小S性格软弱 在学校总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有一次 一群女生将她围在厕所 准备实行暴力 大S得知后 二话不说孤身一人冲进厕所 对着一群女生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事你找我聊 这些人被她身上的气势 吓得愣住了 眼看着她拉着小S 从他们面前走过 回过神后 她们劫及了一帮其他般的混混 在她正上课时群心滋事 她同样面不改色 一句要闹去你们班闹 搞得小混混们面面相觑 那就是这样 对别人狠 但是对自己却更狠 那时的她坚持要上一校 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如果你要上一校就别当我的女儿 母亲一边开车 一边恶狠狠地撂下这句话 母亲的本意是想让女儿知难而退 让她没想到的是 在她说罢这句话后 大S毫不犹豫地开车跳门 直到母亲服软答应前 大S再没有回过一次家 期间她曾图不几公里去朋友家借宿 曾睡过公司长凳 也曾一连数日只靠喝水冲击 但就是不曾说过一句软话 也不曾产生过要放弃的念头 所以她赢了 几十岁的她如愿考进一校 然后带着妹妹在娱乐圈闯荡 没有经纪人 没有助理 她一人担负起照顾妹妹生活 以及打理二人事业的重任 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 早在十几年前的台湾省 白幼瘦就已经成为 铁绿一般的审美标准 可惜大S又黑又柴 距离那个标准下的美女 差了一大截 要么白要么死 要么瘦要么死 那么别的女生 只把减肥和美白 看作愉悦自己的业余项目 而大S则将其视为自己人生的事业 将自己全部的决心 和野心和决绝 尽数藏进这十二个字里 十七岁精通各种护肤品的功效 自从决定做明星起 就再也没有吃过黑色的食物 把太阳视作自己的敌人 绝不让一寸皮肤 暴露在紫外线下 哪怕喝酒喝到不省人事 依然能在昏到前 一丝不苟地完成卸妆 和护肤全套步骤 你以为她的精致 是完成黑皮到白皮的逆袭 是常年将体重保持在四十二斤 一两不多一两不少 但其实她的精致是每一根头发丝 是在家也要身穿华丽到夸张的服装 为了呵护自己的头发 她有几十把不同的吹风机和梳子 和男友拥抱前 她第一件事就是撩头发 不让男朋友压到她 不论在什么镜头中出现 她的仪态永远是得体大方 从没人见过她在镜头前翘二郎腿 从没人见过她踏着腰 甚至于后来她的女儿被拍到时 也和她一样 一副端正的样子 永远平静 永远完美 大S就像是一个精致的机器人 浑身上下写满了生人物尽的疏远 可只有妹妹知道 大S的狠从来不是主动选择 是被迫为之 是同归于近视的自我救赎 从出生起 大小S姐妹的人生 便注定不是轻松幸福的 她们的父亲出生在 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 她们的奶奶拼命生了六个女儿 才最终换来这么一个 代伴儿的宝贝疙瘩 作为重男轻女的既得利益者 她们的父亲从小就被捧在手心里长大 其他六个姐姐 比起姐姐更像是她的佣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被爸爸被养的手不能够 提肩不能扛 吃不了苦 偏有脾气大 结了婚之后 徐妈妈接替六个姐姐 成了她的新的女佣 唯一不同的是 徐妈妈还肩负了 为她生一个大胖儿子的重要使命 奈何 天不随人愿 接连三胎 她却没能如愿逃来一个男孩 还为她的酗酒家暴 赌博夜不归家 增添了一个无比合理的理由 但凡徐妈妈有一句抱怨 一句你又没本事生儿子 便噎得她说不出话来 没办法 在那个大环境下 生不了儿子就是一个女人 不被夫家重视的原罪 大S作为家中的老二 既要替性格软弱的姐姐和母亲反抗父亲 又要照顾不懂事的妹妹 久而久之 她成了家里说一不二的主心骨 肩上扛着全家上下 大S没办法也不能懦弱 读书 拍戏 拍广告 照顾妹妹 摆在她面前的 只有勇往直前这一条路 为了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还清父亲的赌债 她将美得看得是比什么都重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